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已經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有很多客人買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可以在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大家來到自然療法與你 有你們的節目主持人Anna 還有袁醫生去到 袁醫生你好 你好Anna 首先有個好消息跟大家公佈的 因為我們剛才看數據 看到我們在全港的Podcast的排行榜 我們自然療法與你 這個節目排到第十九位 收聽率非常好 所以首先在這裏 多謝各位聽眾朋友的支持 大家如果想在電話裡收聽我們的節目 可以到我們的網站 去點擊我們的Podcast啟動區的連結 然後大家可以下載我們自然療法與你 還有很多其他好的節目等著大家收聽 其實袁醫生 其實我首先都會很感謝你的時間和我們分享 這麼多關於自然療法的知識 因為其實再跟大家講一講 其實袁醫生是一位有很廣泛和很專業知識的一位自然療法醫生 其實他有四科很專門的知識 有脊骨神經科 是一位中醫 而且懂得自然療法 以及最專長的是同類療法醫師 所以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另外我們在電郵裡有一個聽眾朋友 姓劉的聽眾朋友 就是發了一個電郵給袁醫生 或者我先讀一下問題 好的 其實他們說 因為他自己本身有一個便秘的問題 他相信是同一個毒素 以及他的皮膚濕疹有關 而且還令到近來臉部有腫脹 我看過中醫和西醫都不能解決問題 那我想請教完醫生 可否從自然療法方面 有一個又快又好的方法可以幫助他呢 剛才那位來行的朋友 他提及幾樣 基本上都是皮膚問題 就是皮膚濕疹 或者異位性皮炎 他也提及可能和毒素有關 我相信香港人也應該對一種很直接的 有效的排毒方法就是洗腸方面 我相信香港人也已經聽過 或者有機會聽過我們以前的節目 我都講過很多這方面 那 這位朋友說他看過中醫和西醫 都沒有什麼幫助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試過用洗腸這方面 他真的不會太及到 他還未講過這方面 如果你真的和腸的毒素內序有關 那洗腸肯定是可以幫助的 但始終濕疹是很普遍的 有些嬰兒子一生出來就有 那你嬰兒子有多少毒素呢 可以這樣解釋呢 不只是用一個簡單的毒素可以解釋到 因為有很小的小孩 嬰兒子都很普遍的問題 那到底是 在這位朋友他所提示 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們要看一下為什麼會有濕疹 那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是我們腸胃的問題 我們腸道方面 對食物有某些食物的敏感 那這個是一個很常見的 當然在我們的臨床經驗裡面 最容易導致皮膚敏感的食物就是雞蛋 尤其是你發現這些嬰兒子很喜歡吃雞蛋 或者大人都很喜歡吃雞蛋 而有這種皮膚問題 我們會要求他嘗試不要吃雞蛋一段時間 那就是看看皮膚有沒有改善 那第二個可能的食物呢 就是我們那些牛乳類的食物 就是牛奶啊 芝士啊 又是乳酪啊 這類的 亦都是一個很普遍的 那如果那位朋友或者病者 如果他有好裝飲牛奶 每天都要喝幾杯才肯的 不喝就好像不安樂的了 那他都會開始就會懷疑 這個是一個問題來的 那其實什麼食物呢 什麼的普通食物 正常食物呢 都可以導致食物敏感的 那當然如果這種敏感的問題 是即時發出來 那你很容易可以看到那個關聯 那很多食物敏感 很可惜就不是即時的 是慢慢地才出的 或者一天之後 或者半天之後 或者幾天之後才出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後呢 我們一般以我們的 自己的觀察能力去看 未必可以去察覺得到的 那所以市面呢 現在開始有一種的 用那些血液來測試的 用它的血球蛋白 從那裡去看的 那又測我們的血球蛋白呢 現在很簡單 用手指揉一幾滴血 那就可以幫我們測 80多種的 就是常見食物的敏感的機會 以及敏感的程度 那所以我們遇到這個 濕疹的情況呢 我通常呢 在處理方面呢 我都要求病人呢 就是做好做這個測試的 如果你的病原呢 是跟那個食物有關呢 那所以你用什麼西藥膏 怎樣去查一下 用什麼中藥去怎樣去吃呢 其實經常都吃不好的 因為那個根源要很重要的 好了 但當然呢 那普通食物來說 為什麼會敏感呢 很明顯呢 是個人的長度問題 如果長度是有問題的話呢 那這些食物就會出現問題 因為不是個人都有的 是不是 不是個人吃七雞蛋都有的 所以在我們處理方面呢 我們會去用一些抑菌呢 就是不同的抑菌 不同的種 就是不同的我們那個 species的抑菌呢 就會被人服食 抑菌的好處呢 是保護我們的牆壁的 我們身體的牆壁百分之八十 我們那個所謂那個 那個白血球的淋巴結呢 就在我們的牆壁那裡 百分之八十 那你由這個的事實 你可以知道呢 很明顯 我們那個淋巴結白血球 是我們身體的免疫能力 免疫站來的 那就是說呢 我們的腸不單止是 幫助我們吸收營養食物 其實呢 還有一個很大的角色呢 就是它是我們免疫能力的 一個很重要的器官來的 那麼我們呢 就會想辦法呢 將我們的腸的環境呢 去處理回它的 那進食一些抑菌呢 是其中一個 一個最直接的方法 那麼我們做足了這個 看一下那個 那個食物敏感 有什麼食物敏感的問題 那麼我們就再保護那個牆壁 那麼最後呢 那麼我就會用 用我們同類療法的 那麼同類療法的 那大家也有機會 都可能有機會聽過一下 那麼我們以前的 也有說的 在我們那個 Better Hong Kong 香港近好 Better Hong Kong Radio那裡 以前也有成輯 是講同類療法的 那麼如果大家有機會 想深入一點了解 一個小時那個討論 就可以在那個堂裡 可以聽回到的 那麼我們就會用同類療法 是根據那個症形 就是看那個症形 有時候呢 我們看那個表證去配藥 有時候呢 我看那個人的體質去配藥 就是有時候呢 我們都整體去治療 因為敏感是一個身體整體的反應 不是一個很局部的問題來的 不像你燒傷 割傷 刀傷 這些這樣的 這是一個很局部的問題 你撞傷 撞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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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斷骨 這些都是一個很局部的問題 但是敏感是一個整體性的問題 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們配療劑 我們配療劑 是幫助那個人的整體的調理 就不只是看那個表證 在我們處理這些濕疹的問題 很多時候會發現 濕疹和哮喘 很多時候會交替出現 很有趣的 有些小朋友 濕疹發覺的時候 沒有哮喘 到他濕疹禁了 抑制了 他就開始哮喘 怎麼會這樣呢 這就是我們身體的一種處理的手法 即是我們身體 只能夠應付 對一種問題 應付一方面 它不可以很多一起去對付 是 變成我們身體 如果我們身體 習慣於應付某個身體的器官 某個表面的症狀 我們身體就不會去反應其他 其實所謂病的病徵 其實只不過是身體一種反應 一種企圖去處理 這個我們在我們前幾輯 講的自然醫療的概念 我也解釋了 即是我們身體的病徵 即是嘔、嘔、咳 發燒、發炎 其實這些表證 這些症狀 其實是我們身體 企圖去醫治自己的 OK 好了 身體有時候忙於醫 某個層面的病 譬如皮膚的病 它就不會去反應 醫治的哮喘 即是你不去反應 其實沒有病徵這麼簡單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這是真事 話說有一次有瘟疫 蔓延到村鎮裡 結果在村鎮裡的居民 很多都感染了病 遺合村鎮裡有精神病院 病人是完全無事的 那現象是怎樣解釋呢 即是說 當一個人是有精神病 即是說 他的身體的反應 是精神的層面去反應 所以他有精神病的病徵 當你的身體忙於 在深層的精神病的層面去反應 身體就不會反應肉體的病 所以 變成精神病的病人 就不會這麼容易患到肉體病 有時候你去看到 香港過去也有遇到 有些黑衣在冬天 醫生難流 你知道他根本是冷冰冰的 很明顯他是精神病的 一個人 骯髒骯髒 頭髮長長 但你看到他不會傷風 對 真的不太確定他病 為什麼呢 意思是說 當你的身體 在精神層面去處理 去對付的時候 你的身體不反應肉體病 所以你不反應就沒事了 原來是這樣 很大型 還有一個研究 另一個研究 他注射一些瘋狗症的病毒 在病人身上 但同時 他用一些儀器 插進脊椎的空間 肌瘋瘋 在肌瘋瘋 慢慢來騷擾它 慢慢來騷擾它 在這種情況之下 身體掛著處理脊椎的肌瘋瘋瘋 那種刺激 就不會反應瘋狗症的病 結果瘋狗症就沒有病症出現 其實在我們的醫療 在治療醫療 也有很多方面的證明 證實 很多病是身體的反應 身體很多時候 只是在某個層面反應 好了 我們的臨床 發現很多時候 遇到這些濕疹 由小朋友好的時候 他濕疹的時候 突然突然突然死亡 但當他的濕疹按了之後 他接著就咳了 咳咳到嚴重就喘了 在我們的醫療裡 有很多不同的療劑 有很多療劑 我會處理這種問題 其中的療劑 可能有些觀眾 讀過同學療法 他會覺得 他聽過這個療劑 但當然一般同學療法的課程 不懂得教你用到這個層面的療劑 有一個療劑 我覺得很好用的 就叫做Chaladium Chaladium Chaladium這個療劑 對這種療療癌 療得很厲害 還有苦吃的系統 是經常裡面出現的 但是Chaladium 通常是医防吸煙的 我發現有個個案 帥哥和孝孟 只是但孝孟 並不夠吸煙的 但孝孟 孟一般的祖父母 是 быть手 妈妈和爸爸方面都是吃烟吃得很厉害 结果孙子就有这种问题 遗传了下去 那种遗传是一种信息的遗传 不是真的有什么基因我们追得到 是一个信息的遗传 我用那个和尿剂的Caladium去医治 Caladium通常我医治什么呢? 医治那些人的烟饮 吃烟饮很强的 有什么可以戒烟 我会考虑这个尿剂就是Caladium 所以我们遇到一个小朋友 说皮肤痕痕都发疯了 然后又痠又痠 我很多次都用Caladium去医治 这就是和尿剂这方面的很奥妙 所以这位朋友看到 他说除了他的面肿肿 面肿肿很明显 一个很常见的面肿问题 都是和食物敏感有关的 好了 处理这方面我会建议他自己了解一下 看一看有什么情况 食物是有问题的 如果有机会找到一个好的 然后有专业医生监管之下的洗肠中心 他都可以去将床位称一称 这个效果应该给他过去用的方法 可能更加好 多谢袁医生 或者希望刚才袁医生的解答 可以帮到这位姓牛的听众朋友 另外袁医生 在一般医生的详细 但我们未必说 如果没有专业 设得买哪些营养素 或者市面上有很多种 甚至卫生署 在这方面的管制都非常严厌 那会不会说 自然疗法方面 在饮食 或者饮食习惯方面 可以帮助呢 而我们实际应用到 袁医生 在一般医学的常识 或者医学的健康教育 我们经常都会说 其实我们有很多病 包括高胆抹虫 都是跟我们的食物有关的 我们就吃多些 食物方面小心一点 通常一般医生都是这样说的 但说了就算是 他不会告诉你 就是说你先去吃 用饮食方法控制 他们很快就立即给你吃好多些 酱胆抹虫药 也有时候他会吓吓你 你那些可能是家属性的遗传 不吃不得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叫他 Pay the lip service 就是口啥啥啥 真正是他不是真的很相信可以 或者会很积极 鼓励病人用饮食方法控制 其实大部分医生都不会这么做 因为简单来说 大部分医生在营养方面 都是没有任何真正专业的训练 好了 我们有时候遇到家属性 家属性可能真的要很高很高的 例如一般的高打木唇 去到350mg per decilator 而低浓度打木唇 LDL可能要高到200mg 当然在这方面 如果只是用饮食和生活习惯去控制 是未必得的 但是说真的来说 这个占很少数人而已 大部分人那种一般的胆固醇 是绝对可以控制得很好 我们上次那里都说得很清楚 就是要用药 按下去之后 不是代表你的病 因为胆固醇引发的病 会减少或者死亡都会减低 其实最后都是差不多的 你不死在心脏病患 你就死在意外自杀 这样就高了 好了 如果你的胆固醇 我叫做或者是轻微 或者是中度 那就是什么叫轻微中度 那就是譬如你的胆固醇 那个总数大概是200-239mg per decilator 或者你的LDL 那个低浓度胆固醇 是慢慢高过130mg per decilator 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大家应该好好的去试用 那个饮食方面和生活方法改变 那有多久呢 我想8个星期到12个星期 大家应该是好用 见到很多效果的 OK 那好了 那就是有什么的方法呢 就是在我们生活方面有什么改变得到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可能有12个的步骤 有这么多个原来 可以试一下 好 试一下 其实很多都是普通的 但很多人就是因为医学界 是否都给了西药你吃 那很多人就不会很刻意 在那个生活阶段去改变 没错 好了 那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简单来说 最简单就是将那个高饱和的脂肪方面的饮食方面去减低 减到我们一般的进食量的卡路里的进食量 每日的进食量的卡路里大概7%左右 那有时候我们香港人不会去计算 这7%我们不会拿着这个数字在计算 吃了多少 总之怎样都好 你尽量去减减一下 那我们叫做饱和脂肪呢 通常是什么 比如牛肉啊 牛仔肉啊 猪肉啊 还有那些飞瓶啊 鸡啊 尤其是呢 那个黑肉 就是那个红肉那方面 还有那个皮那里 皮方面这方面的饱和脂肪是比较多一点的 那当然大部分的牛肉类的产品都是会比较高的 那又除了一些所谓低脂肪的乳酪啊 或者说到名是减低脂肪的芝士啊 或者是skim milk啊 这些去脂的的的的的牛奶啊 那这都会的 那但我知道呢 椰子和那个中猪油呢 都会有的 那所以呢 就尽量在这方面都不需要用得那么多 那虽然我虽然现在这么说 那但是也都很多医生认为呢 那这些椰子油呢 是很有益的 那现在很多人都应该推荐 用回椰子油的 那椰子油呢 属于叫做monosaturated的 是 就是medium chain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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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对我们的减肥 那方面都其实都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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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的 那好了 那尽量呢 要避免那些叫做那些反式的脂肪酸啊 那通常这些这些反式的脂肪酸呢 通常是什么呢 是那些那些煎炸的食物 就是煎油油炸的食物 很多那些那些糕饼类的 糕饼类呢 通常它用的那些油呢 都是用这些的transferic acid多些的 那还有很多那些那些 就是那些乳酸包装的那些 就是高度包装的食物 还有人造牛油 人造牛油呢 其实基本上呢 是用那些植物油 很便宜的植物油 来用一个经过特别的处理 用个氧化的方法呢 是将它呢 就变成呢 由不饱和的脂肪酸呢 变成饱和的脂肪酸的 那饱和脂肪酸呢 其实都是都是都是不好的 那但是问题呢 就是如果我们 就是在现在的法律条文 一般的法律的规定 就是我们那个标签法里面 如果你的食物的产品 是含有这些这样的反式脂肪 是多个0.5克 就是每一份 每一份里面 那通常它都会去 就是要求你有标签的 但是很多时候呢 它们就会用其他的手法 譬如它用一个名 叫 Partially Hydrocelated 就是一个轻化处理过的食物 这就是个反式脂肪 那除了这些方面 刚才我所说 很多我们 就是做些 反式脂肪 为什么反式脂肪会出现问题呢? 我们发现这种不健康的油脂肪 会提升低浓度的胆固醇 和生肝油脂、血脂方面会提升 但同时会减低有益的HDL 高浓度的胆固醇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要进食的脂肪 我们可以用橄榄油 橄榄油是比较好的 也比较普遍的 例如Macadamia 这些油脂肪 但香港市民不太多 简单来说 尽量卖橄榄油做主用 甚至做按摩用橄榄油也好 这个就是饱和脂肪方面 我们在饮食方面可以做到一些东西 还有我们要在我们的饮食方面加强 就是每个星期最好吃一些 对增进心脏健康的 阿米加三的脂肪 比如哪种食物有这些 比如很多鱼类 例如enchopies, herrings, sardine 还有最好就是那些 三文鱼 最好就是野天然 现在很多的鱼都是赔植 人工赔植的 如果能够找到一些 例如wild的那些 像阿拉斯加那些三文鱼 这个肯定是很好 当然我们也要小心 很多的鱼类 例如有很多的水纹 还有很多的 我叫PCBS Polychlorinated Biphanos 就是那些塑胶的原料 你知道这些物质 进到我们的身体 基本就走不掉 身体的血液 一直聚聚聚聚聚聚 好了 那第三个要做的是什么呢 每天里面 尽量是进食五份到七份的 蔬菜和水果 是 那我到我家里 都跟我们工人说的 就是说 你做什么都好 你中餐西餐都好 总之有你没有你 一定有少少沙律 几发叶都好 总之要生的沙律 我知道 这些水果蔬菜 有很多抗氧化剂 最主要是防止 我们细胞的氧化 油尼基的氧化 因为我们说 蛋污醇本真的没问题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身体是需要蛋污醇的 我们身体 你不吃 身体会百分之八十 自己的肝会做出来的 但是 当你身体的蛋污醇氧化 那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 我们都说 吃多些五份到七份的水果蔬菜 这些抗氧化剂 可以减低油尼基这方面的问题 食物的纤维也会减低我们的胆固性 所以这个就是在饮食方面 水果和蔬菜 医生牛想问一下 如何为之一份的水果滑蔬菜 一般来说 一份的份量 一碗 一杯 当然你不会塞到很满 你差不多是 譬如柠檬 可能半杯 一半杯 所以 其实大家都不用太过紧张 分量是多少 总之 尽量争取机会 去吃些 就算你去麦当劳也好 我一直说 麦当劳的食物很差 其实麦当劳很多有些沙律 有田园沙律 其实你都可以吃到一些 白肉 鸡肉 田园沙律 其实你都可以找到一些好一点的食物 很多的快餐店其实都有 我以前我很喜欢去大快会吃的 他以前有的 不过最近没有了 他有个沙律 有个沙律 有个沙律 有火龙果的沙律 最近没有了很久 我第一次进去大法湖 也是有这个火龙果的原因 自此之后 我都开始到去 他少了 他发现 我都去吃了 不过很可惜 我都问过他们 为什麽不再去吃 可能始终新鲜的食物 新鲜的蔬菜 处理方面是比较麻烦 而且体积又大 但其实 如果大家要求 去麦当劳 或者给多些人 去吃这些甜圆沙律 那很肯定 麦当劳 一定会供应这些 蔬菜类的食物给大家用 明白明白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或者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再和袁医生分享多些 平时不容易接收的资讯 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 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子 www.healthshop.com.hk 好 大家又回来自然尿化于你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刚才和我们分享了有三点 关于饮食习惯上 如何帮助胆固醇的问题 袁医生可否再和我们分享多些呢 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几个方法 我们以前也提及 多吃些纤维糕的食物 纤维糕就是简单物片 红米 除此之外 我们有很多豆类的食物 Barlies 谷类 Ox 大物 豆 Pizza 苹果 橙 和鲤 里 其实这些食物 都是有很多所谓的水溶性的纤维 是 那这种这样的纤维 是可以第一 可以减低我们肠脏的胆固醇 是防止它被小肠吸入血液 因为这些纤维 会保持这些胆固醇 令它身体吸收不到 是 那 譬如 我们外国的经验 每天一碗的物片Oak Mews 可以减低我们的胆固醇 的总数量 是减低到23% 好多 好多 一碗 是的 我也发现 物片Oak Mews 可以减低LDL低浓度胆固醇的水平 但是同时它不会减低有益的高浓度胆固醇 即是它会把坏的胆固醇减低 就很好的胆固醇 它不会减低 是 那就是一碗 一碗物片 其实香港很多人 就算当你是很忙的去茶餐餐吃 其实很多茶餐厅的早餐都有 是的 有的 还有物片 这个是一个好处 就是在一个快餐店去茶餐厅 都可以吃到一些有益的食物 记住了 好了 除此之外 譬如我吃多些果仁 譬如那个Warners 和杏仁 巴西果仁 Warners 是那个核桃 是的 那 这些这样的果仁 核桃和杏仁 它们有很多些 我们叫做Mono Unsaturated Fatty Acid 就是一个单 单饱和的脂肪酸 其中一个研究 就是在西班牙 Bassalona 这个市场做的 他说 如果我们吃一些 是那个 那个 Warners 就是多Warners 合图的 这类的食物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 总胆固醇 减了4.4% 和我们那个低浓度 就是坏蛋固醇 减了6.4% 所以除了这个 那个Macadamia 就是Hawaii果仁 Pistachio Pistachio 那个 开心果 那 杏仁 Hazel nuts Pecan 这些 这些 其实都可以证实 可以减低 我们的蛋固醇 那吃多少呢 其实 一天 这么简单 然后吃一炸 一手 一汁 遲之以后 为什么我要提这些 因为很多人对于 这些 Nuts 有点误解 因为我们很多油 都是这些 果仁炸出来 很多人一听见 油脂肪 是以为不好的 其实这个是很错的 其实这些Nuts 是正常非常有益的 好了 那还有一样东西 可以吃些什么呢 就是 可以在我们阿麻子 这个我经常都说过 因为阿麻子 通常你把它磨碎 比如四分之一杯 这样 这样 就分开两次 放在我们的沙律 放在我们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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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的菊 或者蛋白质 那些 那些 其实我们都可以 是用这个方法 这样 可以减低我们整体的 和LDL的 低浓度的蛋固醇 那当然 如果吃完这些的时候 要多喝点水 就是每两汤匙的阿麻子的时候 你都要喝10盐水 因为要不然 这些阿麻子的 纤维粉 会在身体 就可能会塞住肠子 因为始终 太密了 因为它是很密的 如果你的水分不够 它可能会结合一块块 可能你的大便 可能会有些 有些堵塞的 所以 准备这个阿麻子的时候 记住 喝足够10盐水 就是 每两汤匙的阿麻子 喝10盐水分 好了 那 还有这方面 就是我们发现 那个黄豆的蛋白 每日进食 20-30g 的黄豆蛋白 有些研究 发现 这些黄豆的蛋白 是可以减低我们的蛋固醇 有些人的方面 可以减低高胆固醇 也可以减低它 因为 黄豆的蛋固醇 它有一种 像那些刺激素那样的问题 所以 如果有些女性 本身已经有乳癌 或者家属性 有这些问题 很多时候 有类的乳癌 和刺激素的 过分刺激有关 那些情况之后 黄豆类 豆瓣这方面的东西 就不是那么 要避开了 不重要 有很多其他工具 你不用这个 也有其他方法 好了 还有第八点 就是减低我们进食的 那些单糖的食物 很多汽水 那些饼干 那些糕片 那些糕片 很多这些 其实糖分是很高 很高 尤其是这些 我说这些 都是精炼包装的食物 这个 我们叫做 烘烘的食物 那些食物 通常 都是会减低我们 有益的胆固醇 那所以 你尽量在这方面 是减低它 那也都会减低了 那个 二岛素的水平的增加 那 也会减低 其实会增加 我们的身体肝 是 製造的胆固醇 那所以 这个就是 我们进食多些 就是减低这些 这样的白糖 这些甜品 高糖分的食物 是很有帮助的 好了 第九就是做运动 是吧 大家都懂得说的 大家都这样说的 但是 好了 譬如每 30分钟的运动 譬如 步行 即快速的步行 游泳 踩单车 打Tennis 这样 一个星期三到五次 就很肯定 可以减低我们 打护信的问题 第十就是减低体重 对不对 如果有些人真的肥胖的时候 应该就彻底想办法 将我们的体重去减低它 我自己的经验 我个人经验 很多时候 那个体伴的问题 都是和我们进食的甜品有关的 disein糖分太大 是的 醚分会直接做脂肪 比我们能吃肉 有些人通常 哎呀别吃那么多脂肪 肥脂肪会制造脂肪 其实不是的 要制造脂肪 最快最容易蠢的 是请些甜品 那身体会直接变脂肪 肪 虽然有些被人不喜欢 但不мо影响了 但其实那些 aged残肪 没有聚织在我们的腰围方面那麽多 第十一点就是不要吃烟 因为吃烟 人们会通常有HDL 即是好的胆虫会减低 以及增加我们的心脏病的风险 最后就是我们要减压 即是长期压力之下 会令到我们身体的胆虫会增加 做一些Biofeedback 或者是冥想 或者是深层呼吸 或者是这样的relaxation的技术 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放松自己 或者简单来说 再综合一下 我们用自然的方法来减低胆虫 就减低飽和的脂肪 去少过我们每日的卡路里的进食量的 少过7% 至少每日就吃两份 跟亚米加三的食物 每个星期就吃两份 跟亚米加三的食物 即是那些鱼方面 不同的油的鱼 每日就蔬果 和蔬菜水果 吃五份到七份 吃多些高纤维的食物 吃多些果仁方面 在我们的食物 尽量加多些阿麻子 如果没有乳腺或乳癌的危机的人 每日可以吃多些黄豆类的蛋白质 减低我们的单糖 即甜品 尽量减低它 经常做运动 减少体重和身体脂肪 不要吃烟 以及做一些所谓减压的功效 这些步骤可以说 在日常生活的饮食方面 可以做的 一般性 中度或者低度的蛋白质准的问题 在这个方法是足够的 只不过很多人 以为吃的药很方便 不去做的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食物 大家可能都 香港人都会吃的 这个食物在这个研究哪里 在耶路撒冷 在以色列的希布奥大学里面 做过一个研究 他发现 那个great fruit 那个西油 红肉的西油 红肉的西油 就发现 它可以减低我们坏的蛋白质 有些病人 吃西药都不可以 吃西药 Lasco Lepartor 都没有效的 在以色列这间希布奥大学 就开始用它们 发现 他们每日吃一只 这些红肉的西油 每日吃一只 这些红肉的西油 四个星期 那 之前的人 就吃那些 抗蛋固醇 以后 都抗不到的病人 竟然 用这个方法 是能够将它 低浓度的 蛋固醇 降低到20% 好好的 效果 好有趣 我为什么说红肉呢 很奇怪 因为他发现 用白肉的西油 两类 用白肉的 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不是完全没有 没有那么好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具 我们可以 这些食物在香港 都是常有 常见到的 谢谢袁医生 各位听众朋友 记住听袁医生话 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另外袁医生 其实呢 刚才也有提及到 那么多人关注 这个胆固醇的问题 其实都是因为 他很容易会 引发这个心脏病 而这个心脏病的病征 就是心脚痛 知道 因为心脏病 心脚痛 引致死亡率 都挺高 那其实是不是 真的好像现在 市面上 吃这些利底丸 就可以控制到呢 其实自然医生 会不会有些有活有效 又快速的工具 可以帮助到呢 袁医生 即大家都 心脚痛 我们叫angina 英文叫angina 其实心脚痛 其实不是心脏病的 只不过 你可能去供应 我们的心脏血管 不是那么长顺 会导致这个心脚痛的问题 通常的痛 就是我们的胸骨 我们的胸骨 是在后面的 但是很有趣的 有很多人 经常觉得心脏 好像自己心脏有事 以为自己是心脚痛 其中有一种 另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导致我们的心脚痛 是我们的消化问题 或者食物敏感问题 即是胃 不舒服 其实是 很多人经常说 很害怕 我只是做照心电脑 做很多这些 其实根本不是血管弊塞 而是胃的消化问题 而且食物敏感 很多时候 会令人 好像自己有心脏病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有本书 叫做Dr. Coco's Pulse Test 这本书 一本实际本书 在市面 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医院 原来Dr. Coco 是一个西医 他有个太太 常常在入急症室 每次入急症室 就只以为自己心脏病 也好 他去了很多次急症室 他发现 都是检查出来 都是不关事 没什么问题 结果这位 他的老公是医生 他的老公开始看到一件事 他说很多时候 他的太太 好像吃了某种食物 就出现了心脚痛 他开始觉得 和食物有关 当然 他太太说 哎呀 我不舒服 我心跳得很快 好像心脏病化 Dr. Coco 于是去跟进这件事 他发现 原来很多人 食物敏感之后 他的心脏率 会增加 我认识心脏快 这也成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看你有没有对食物敏感 当然 如果有些人 吃了很多东西之后 总是觉得心异 心不舒服 心脏不舒服 心脏不舒服 其实他可能对食物敏感 就像我自己来说 如果我喝农咖啡 我喝了之后 我都会觉得 心脏不舒服 那种感觉 如果我去量我的蜜蜜 可能会增加 所以这个是Dr. Coco 的Pulse Test 其实大家都可以用 如果你怀疑 有些食物可能对你敏感 在你吃完食物之后 没有多久 你就把心脏量数一分钟 尽量数一分钟 不要数半分钟尘异 或者数15秒钟成异 因为它差一点 我不是还 你能数到1分钟 一整个不是做好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很好地数一分钟 数一分钟 才能更加准确 通常如果每次吃完后 你发现你的心跳增加到 例如1分钟5个B 或者10个B 或者以上 很大机会 你当初吃的食物 其实可能是一种食物敏感 当然一个人一餐里吃很多东西 很难去找 那餐里面哪种食物 所以我们通常要求 如果病人用这个方法 我有个表格 给他们拿回家 你食物一样一样吃 不要一次过吃几种食物 食物是没有所谓的 你说我要吃饼干 只有一天吃几个饼干 或者你喜欢喝银奶 那时候就这么吃 或者那天你喜欢喝咖啡 你喜欢喝咖啡 不要吃其他东西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你就会有机会 可以评论到 是哪一种食物 是一个问题食物 这个是一本小小本书 Dr. Kalko's Post 当然这本书 我们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但今时今日 这本书可能都断了很久 失串了 是的 那好了 那我们一般 或者再温一温 如果对心脏有帮助 那种天然的工具 比如Hot Phon Tea Hot Phonberry Crategas Cocutene Cocutene是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很多食物 很多止痛药 NZ Cerebrex 这类的 Nepraxen 他发现 用这些 非累固醇止痛药 那些 消瘍药的病人 很多时候 他们心脏病 是高了很多的 那结果发现 原来 很多这些西药 是会破坏 减低我们身体的 Cocutene 保护我们心脏的一种营养素 来的 Cocutene 已经是很多方面 证实是非常有效 Megnesium 維他米E 其中一个 维他米E 有几类 我上次都和大家分享过 那 蒜 嘉莉 阿米加三油 鱼油 或者阿麻子油 这些 全都对我们的心脏病 很有帮助的 好了 那如果有些人 是因为做运动 或者每次做运动 都觉得心脏痛 那有个营养素 叫做Dribose Dribose Dribose 一天吃6g 是可以处理这些 因为做运动之下 是引发我们的心脏痛 那同一个Creatinin 如果你的心脏 真的受过伤 或者受过破坏之后 Creatinin 每天吃5g 可以帮助你 维修这些破坏了的受损 那些肌肉 那些心脏肌肉 那些肌肉 那 除了这个 就是慢慢减低的体重 将体重正常化它 那一般的运动 这些这样 减低精炼的食物 糖分 这些很明显 以及不要吃烟 这些全部都是有帮助的 好了 那有一个东西 很多人都不太知道 是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抗物业 那这个抗物业 原来是 星 星 大家如果有机会 习惯用自然医疗工具 那有时候 他觉得有伤胸 那时候 他就会吃一些 星 星 就是口行的星糖 星片 那一般人都是在双方的情况 就用数以百万人用这个简单的方法 但是 不是很多人知道 原来 这个星 星星在高分量之下 在短期 可以停止很严重的心脚痛 好了 这件事 我怎么知道 原来 有一位男士 他在1981年 就参与他一个 就是 星对 一般双方的研究 就是 这个研究 是 那这个当时 是用一个 我们叫做blind study 就是说 那个参与的人 三个人 不知道他在吃什么 是 他在吃星 还是在吃安慰药 他不知道 所以 刚刚是 这位65岁的 这位男人 他除了有伤胸 原来 他常常有心脚痛 有很多疑 很严重的心脚痛 他有两个问题 当时 他说 如果有伤胸 在双方的症状之下 你就每两个钟头 就是 醒的时候 两个钟头 吃23个mg 星gluconate 其中的吃 他发现 当时 他的双方 没有什么帮助 他说25个mg 每两个钟头 吃一吃 他发现 这样吃法 似乎也没有什么帮助 吃到第三天 他已经吃了300个mg 这个星 继续每一天 因为他做7天的研究 他每天 差不多吃276mg 就是这样吃 他很有趣 他当时 这位 这位 参与志愿的男人 他说 我想知道 到底我在吃 是真的药 还是假的药 他说 不管是真的药 我都知道 原来他发现 他说 他吃到第五天之后 就是进行这个研究 第五天之后 他 他的三角痛 就是痛了15年的三角痛 是第一次消失 第一次消失 很感谢 如果真的 他发现 以前他用了 所谓的金油 就是三金油的 Nitro Glycerin 他说 当时没有什么用 吃这些离带丸 其实也没有什么用 他说 现在 他那个15年的心脚痛 完全消失了 消失了 还有 他的血压 是正常回来 完全是没有任何的 心脏的 受损的迹象在 那 这个研究之后 他这位人士 就直接去Clorado 去滑雪 他15年来第一次 去滑雪 是没有不舒服的 他继续 他继续 以后 去那些火车路的公司 去工作 他经常要做很多 客历 他一天做到 勞动了一天 都完全没问题 很开心 他在过去 15年来 长期的心脚痛 好了 那 这是一个很意外的发现 当时都没有人想到 原来星是可以医这些病的 然后他们跟进 跟进这方面 发现 在临床的经验里面 他发现 至少有五六十个人 是做这类的实验 是完全医治癌 每天 有五六十个人 是完全医好了 差不多每一个病人 都完全康复 当然 如果病人 都會停止吸烟 那在饮食方面 例如减少些脂肪 减少些脂肪 减少些精炼的蛋碎化合物 那这方面 他们的效果很好的 那 好了 这位 George·Edburn 这位 这位研究科学家 他就开始去研究一下 原来 这方面 是早到1968年 已经有医生 报告就是用声可以舒缓 可以减低心脚痛 其中有一个研究 他在做一些research 他说有16个病人 里面有12个用声 完全是很大大改善 而其中6个人只是用声 就是饮食习惯没有改 或者吸烟习惯没有改 仍然都是有效的 接下来 Dr.Eber 在波兰发现 另外一个研究 发现在新的矿工的矿床里面 即是MindSing的矿床里面的矿工 他们的矿工工人的三脚痛 情况减低了40% 很大 所以你看到 他说到底是什么机制呢 其实大家都不太知道 但估计 Dr.Eber 他说如果在短期间里面 你吃大量的声 他可能是帮你疏通血管 直接帮你疏通血管 他不是将你的血压流畅加强 即将你的血管抗脏 他不是用抗脏血管 他直接清洗血管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 我知道星也有抗氧化剂 任何抗氧化剂都可以防止 LDL 胆污唇的氧化 这个也是因为胆污唇氧化 会导致我们血管的闭塞 所以很可能 高分量的星可以减低发炎 也可以知道任何发炎 都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血管壁 会有些堵塞 所以现在很证实 如果我们用高分能的星 在短期之内 可以将这些坏的胆污唇 和胆污唇 可以将我们在身体的 心血组织里面清除 也增加我们的血液循环 也可以说是 恢复我们的心臓功能 我刚才所说的 个人吃到300mg 300mg其实是很高的 一般人不需要吃这么高的 如果你觉得有心脚痛的问题 不妨试试试 每天吃60mg的星 一日三次 三六十八 一日八十 这样吃的话 是足够的 除非个人很肥胖 Dr.Eber 说 如果个人有300磅 或者是以上 这个心脚痛 很可能要吃多一点 吃多一点 好了 他在临床的观察 他说很多人用高分能的星 其实只需要时间 是四日五日或者六日 不需要整整两个星期 不单只在四五日 整个心脚痛完全康复到 而且很快看到 心脚病病人 你很容易看到irler Name 那时候你看到肤色是有灰灰灰的 肤痰它們已经知道 而且啊 kennt Antek 其实那么你都知道 除去앗 在一个嵗 养智 还有一种叫rayna disease,rayna是我们血管是收缩的,那些人会很痛,因为血管突然之间遇到冰的环境,血管收湿,令它很痛很痛 用这个升的方法,其实都很有效,进食升,要知道有一种升是容易吸收的,那哪种升是容易吸收的呢? 如果你买升,用升gluconate,升chloride,升exatate,升glycinate,hystatinate,和修肥,这类的升是比较容易吸收的 但是我们发现,如果吃升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我们那些谷类,那些精炼的谷类呢,就会导致一下,就是我们吃这些这样的谷类呢,是令到我们身体这些这样的升的那些那些抗物盐呢,是流走的 那所以呢,如果我们吃要吃谷类呢,就要吃全谷啦,是吧? 吃多些nuts,果仁,和那个种子方面的 但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是,到底升那么大量吃呢,会不会有问题呢?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升去吃得久的时候呢,会令到我们身体的酮呢,是会减弱的,会减低的 那当然呢,铜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很重要的微元素来的 那也都不可以呢,就是因为升的高升,而将那个铜是减低的 那但是在他的那个研究来说呢,他说呢,如果你们真的要担心可能这个问题呢 那或者呢,在进食高升的那个program的时候呢,在铜那方面呢 那就是吃4-6mg的copper chloride呢,其实都是一个好帮助的 那但是一般来说呢,如果你短期那样用呢,都很少人遇到这个问题 那当然呢,好的升的营养素呢,往往它很可能呢,也同时呢,也都有copper在这里 好啦,那我们呢,多谢袁医生的分享的,那我们呢,下一集再见啦 好,多谢袁医生,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网址3w.natural.com.h MHDK MHDK